胡宫还没有到吗 你赶紧打电话催 告诉他 务必出席 你跟他说 这是董事长交代的 好吗 亲爱的 你好 大家都在等你了 走吧 好 给我 我自己来吧 我来吧 谢谢 不是胡宫 真不是我们AXR是耳朵 这董事长安排的 就是一个 一个欢迎仪式 也耽误不了您多长时间 您还是出席一下 好 那那那 谢谢胡宫理解 好好好 我没 好 早安 各位 今天集团又添了一位新的干将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新入职的副总经济师 苏晓 大家好 我叫苏晓 很荣幸能够加入银海这个大家庭 在座的各位都是业内的翘楚 是我学习的榜样 希望在将来共事时 能够与大家齐头并进 共创好成绩 初来乍到有不到之处 初来乍到有不到之处 还请大家多多体谅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在工作当中 都已经跟苏副总有所接触 但是按照正常流程 还是要正式地认识一下 苏副总 来 这位是集团的副总 兼执行董事 总承包公司总经理 汪明宇先生 王总 您好 汪明宇 我们新入职的副总经济师苏晓 知道 知道 好 欢迎 欢迎 没结贷事了吧 工程部还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开 不咱们跟我来 不够 等一下 董事长有话要说 董事长不是出差了吗 今天是苏晓正式入职的日子 首先我代表集团的领导班子 表示热烈的欢迎 大家都知道 苏晓今年才二十九岁 是集团有史以来 最年轻的高层管理 年轻代表着无限可能 年轻 代表着无限可能 是集团有史以来 最年轻的高层管理 年轻代表着无限可能 也代表着经验不足 在座的各位 都是她的前辈 长辈 希望大家能够 多多关心她 爱护她 帮助她 让她尽快地 融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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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在干吗呢 怎么样啊 苏总 给你看看我的办公室 怎么样 美不美 美 我窗外还能看到黄埔江 看到吗 好不好看 漂亮 我们以前跟我说过很多次 说董事长有能力 有魄力 这回我真信了 要不怎么说人家能当董事长呢 就是这么有眼光 在茫茫人海中发现了我 敢于提拔信任 绝对大格局 过眼是珠 什么玩意儿还非得让我来 就为了跟这个小姑娘握握手 说声欢迎 突然间提拔她当副总经理事 也就算了 你还搞得把她正式的入职仪式 就差不多红鱼毯了 这是让谁看了 我 你也不能只钻研技术 偶尔还是应该关心一下集团的运营呢 运营不是有你们的我都不懂 你关心也是抓瞎 再说我哪有这个经历啊 你青海项目的动土都没有解决的 我现在头大了 明月 你是最了解董事长的 说他现在是想干啥 说句实话 我还看不懂 是给咱们这些老家伙上眼药吗 嫌弃咱们这老家伙了 哎呀 胡公 嫌弃谁也嫌弃不到你头上 你可是咱们集团的技术大拿呀 对吧 你少来 别跟他糊弄我 当我没眼睛看 我只是不爱说 董事长让许峰接替这瓶审计 现在又搞了一个苏想 明摆的事 他这两年变了